来接下爱飞老师 2022年下半年 个星座的人 他的财运要往哪一个方向去找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 2022年下半年 这个十二星座的朋友呢 你要去哪里来去找你的财源跟财富 我们请观众朋友参考一下 你的太阳星座跟上升星座 我们分四个类型来给大家 这个方向给做一个指引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类型 是属于这个积极投资型的 那么观众朋友如果说太阳星座 上升星座 是在处女座 狮子座以及巨蟹座的朋友 积极投资 当然就是跟股票有关的 这样的一个投资行为 那么对于处女座 狮子座跟巨蟹座 在2022年的下半年 其实代表说你内心里面 对于自己的想要成功的期待 比所有星座更为强烈 你希望自己在下半年 能够快速致富 代表说你可能会 除了做好自己以外 你也可能会积极的做一些投资 那股票投资部分是推荐你 那么来看第二个类型的朋友 那么要找裁员的话 可以做一些稳定收益投资的 那么来看哪些星座朋友 可以做一个稳定收益的 有双子座金牛座 以及水瓶座的朋友 这个部分是推荐给你的 那么稳定收益 哪些东西是可以稳定收益 比如说我们定存可以稳定收益 那大家不要觉得说定存现在比较低 因为现在全球都在升息 不管是美元定存都已经创新高了 那么台币的定存的收益也比过去比较好 如果说你性格上面是比较保守的 不想要这么多的冒险的话 我觉得稳定收益其实对于一些 退休族来讲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投资选择 双子座金牛座水瓶座 在这个稳定收益的部分 是推荐给你的 再来看一下第三种投资类型 我们看一下 是属于房地产保值的星座 那么可以做一些房地产的研究 并且去买房子 那么哪些星座可以做这样的准备呢 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射手座 天蝎座 还有摩羯座 为什么在下半年适合做房地产保值呢 因为你自己有这方面的需要 射手座可能有搬家的问题 天蝎座可能是有婚房的问题 活节不做当然就是扩大事业 所以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再拖了 下半年其实就是买房子的最好时机 再来看一下第四种类型 我们刚刚已经前三种类型 已经分别类的为大家介绍 那还有第四种类型 我们看一下 是属于彩券机会 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找裁员的部分的时候 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去采 就好像试试手气 答谢星座适合彩券机会呢 天秤座 双鱼座 以及牡羊座的朋友 其实就是想要摸一下自己的手气 不想要花大钱 但就想要平一点点的机会跟运气 来博一个好的彩头 那么有上榜的这个十二行众朋友呢 就大家可以凭你自己的一个适合的方向 去寻找你2022年下半年的财员 祝大家发大财 哇来我们今天请到三位网红 其实我们也透过他们 我们来了解 现在年轻人的世界是什么 变成我们来这个这个 问一下 一击老师 你们工作接触很多的网友 那这些网友不用面对面 然后但是在网路上 所以他们就会直接的问问题 你有没有碰过什么记忆很深刻的 很特别的问题吗 因为我的粉丝是大概70%都是男神 那你想象你可能是会觉得 可能是问一些比较那种害羞 比较个人的问题 结果他没有 他是一个单亲爸爸 单亲爸爸 对然后他跑来问我 他说他女儿跟他的表哥 发生不伦关系 对而且是已经发生了 这个单亲爸爸在网路上问你 对 女儿跟女儿的表哥 对 已经发生关系 对而且持续不断的发生关系 那他就跑来问我说 一几老师你能不能拍影片 来导证我的女儿 不要跟他的表哥发生关系 我有一些想说 怎么想都不对 怎么会是找我呢 你应该找老师 你应该找其他什么社会局等等 应该是其他的 可以直接性接触到你女儿的 而且应该你要跟他好好沟通吧 所以我当下其实有点尴尬 然后后来 因为毕竟我之前是当老师的 所以其实我对于这种跟家长沟通 我还是有一点点的经验 然后就跟他聊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个爸爸 他个人也蛮强势 他就是跟女儿讲说 如果你再不跟他分手的话 我就直接把你送到美国 怎么样 就是他讲了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然后想要让女儿就是停止 可是就是没有办法 对 但碍于 我觉得这个主题 也不是那么适合拿出来去讲 对 所以我后来就 默默地委婉地拒绝他 然后他就很生气 他就是不对 你是公众人物 你拍那些影片 你就是一直讲说 你要性知识让大家就是什么 往正确的路走 结果你怎么不拍呢 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 有点有苦难言 因为毕竟这是取决于一个人 未来的方向 然后我觉得这也不是透过 我就能改变的事情 所以我就拒绝了 所以你的影片内容很多元 你曾经做过一集是 陪朋友去做性病电烧治疗的影片 对 你陪朋友去做治疗 对 那 其实这样讲 我觉得在我大学的时候开始 可能我散发的气息是 比较让大家愿意跟我倾诉 所以我陪别人去堕台国 然后电烧 然后连男生都有 就是这种 就是你很难想象 男生也找你陪他去电烧 对 男闺蜜 对 然后这种遇到的事情 我觉得蛮少人会去分享的 那不可能只有他们发生 所以我当时就分享了一集 就是讲说 那个女生如果你要去电烧治疗 你要怎么做 那我经历的流程是怎么样 那大概流程手续 然后包括价格 我都有去分享这样 那当时就超多人 就是来私讯我 后来我发现 因为我拍了那一集 好多女生都跑来问我说 请我陪他去 进行这样的手术治疗 因为他们是未成年 未成年 那不可能让家人知道 那我就很尴尬 我就说可是这种东西 你需要有手术同意书 我不是你的法定代理人 我怎么可能去帮你签 可以了解他们的 不安对不对 他们的不安跟需求 但是真的没办法 对 就是我觉得我有点 我以为我的男粉丝 会求救于我而已 就没想到更多的女生 不敢跟身边的人去倾诉 包括她们可能怀孕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是来问我怎么办 那肚胎的话可以这么处理等等的 就这是床室闺蜜 你是电烧天后吧 电烧天后 电烧天后 保证不是业配你知道吗 找哪一家哪一个医师这样 有些我们观众朋友 常常看报导说 哎呀什么事 在这YouTube上面 哎呀好多多少粉丝 大家可以赚几十万 几百万 几千万 哇以为你们就是讲讲话 做作为影片 然后就赚钱了 说比明星还要赚得多 可是说 可是并不是这样是不是 一击老师 你有七千多万人看你的影片 你赚爆了吧 一块钱你就七千多万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这真的是迷思耶 因为其实我做的东西 是跟成人比较有关的 那YouTube它官方呢 就是有规定说 就是比较成人才能看的内容 它就会设为黄标 那普通人普遍级的话 就是绿标 就是绿标的话 就是会有广告的收益 但像我们这种黄标的 几乎不会有广告商 想要去做投放的动作 所以你算是黄标网红 对 甚至是 红标 红标是什么 完全不能开营 你甚至他会直接 下架你的影片 那大家都会很好奇 你都已经做到 五十几万的订阅了 你应该月收入超高吧 没有 我之前大概去年吧 真的四个月没有收入耶 完全零 就是零收入 然后还要付罚 你五十几万订阅 如果是一般普及的话 是可以收多少钱 其实我们不是看订阅来收费 我们是看流量 看流量 点月数 对 但是以差不多 五十几万的人来讲的话 大概一个月 应该五十万跑不掉 收入 理想状态 因为他们还可以接工商 接业配 接广告 那很多人想成为 出色的影片创作者 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 那有些人到什么阶段 要不要一个止损点 觉得他们算了 赶快转狂 应该说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是我会遇到好多人 来跟我开玩笑 讲说 你拍这个也很简单 就上去聊聊一些 比较大尺度的东西 然后他就讲说 你们访问我 我也很敢讲 对 我跟我女朋友 我讲给你 对 然后就会讲说什么 我随便拍一两集 一定也爆 那像这种呢 通常我就会直接 很认真跟他说 其实呢 我会接你 那就直接开始做吧 既然那么赚你来做吧 就是很多人都会用 嘴巴口头上讲一讲 然后就说我怎么样 就能拍一定 这个一定爆了怎么样 可是其实真的啦 就是要做 像网红你要持之以恒地做 你不能放弃 你总有一天你就是说 一定会被看到 你不用砸钱 不用砸成本 你只要努力做 一定会被看到 加油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 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持点迷津 从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主 跟着心向趋吉避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运好好玩的 大师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 点出官方粉丝团